今天上午北京时间11点54分 中共新任七常委公开亮相 比预定时间晚了将近一个小时 新唐人电视十八大特别节目 也延长一个小时的直播时间 及时分析七常委和十八大后的趋势 透析中共权力交接背后的派系角力 看到这个七常委应该已经出来了 我们看一下转一下现场的画面 及时转播习近平领六常委亮相的最新画面 新唐人电视十八大特别节目 捕捉第一手十八大政治动态 平息中共权斗后七常委的政治背景 张德江进常委是完全江派推动的结果 他在2003年主政广东期间 他是隐瞒SARS造成了全世界的大灾难 而且在温州动车事故期间 据外界传闻当年下令掩埋动车 掩埋动车的整个动车的就是张德江 七个常委当中 张德江 余政生 张高丽这三个人 都是直接有 手上有迫害人权的卸战 在海外是受到过起诉的 刘英山这个人是个臭名招住的 狼狗派应该他负责中宣部门 他钳制言论了 七常委名单公布 比预定时间晚了将近一个小时 中共权斗结果 胡锦涛确定裸退 原本用意为牵制江泽民 但七常委里却有超过半数 仍由江系与党把持 胡锦涛势力只剩李克强一席上存 李源潮汪洋皆重见落马 中共权力交班的样板戏告一段落 新唐人的海内外观众也不吐不快 扣印进直播节目 对十八大结果各输几件 我相信这一次一定 江泽民一定是发了脾气 不是不发脾气的话 他不会这么多人进去 把附近到这的人全部刷下 刷下来 刚才他那个记者招待会我也看了 我看了之后 感觉还是蛮好笑的 就是每个人支持语言完全不一样 历史上第一次美中权力交接 在同一个星期上演 新唐人电视台制作一系列 美中关键时刻特别节目 及时直播评论 带领观众在第一时间看见国际趋势 今年是第一次在同一个星期发生 那么这个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了 中共的这个关门的封闭的 自上而下的选拔体制了 那么和美国的开放的 自下而上的一种选举体制了 形成了那个宣明的对照 新唐亚太电视台湾台北 整理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